男人把菜汤撒在了女人身上 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 他赶紧拿起抹布进行捕救 没想到却因此弄巧成桌 看着泰迪的这番骚操作 众人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反应过来的拉西瞬间气疯了 抄起桌面上的盘子就砸了过去 当场把泰迪砸得眼貌精心 接着愤恨地往外面走去 然而泰迪却固执地跟在后面 要求拉西为刚刚的事情道歉 听到这个奇葩的要求 拉西对着他就是一阵输出 委屈的泰迪刚想要拦住拉西 不料却突然脚下一层 当场垂下了拉西的裙子 周围瞬间爆发出了阵阵尖叫 当泰迪小心地抬起头时 却看到了一副让他震惊无比的画面